为了能够使用Thunderbird的收发加密的电子邮件 那么我们必须还要下载一个用于加密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输入这个www.gpg4win.org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进入了这么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绿色按钮 我们就点击这个绿色按钮 我们会进入下载页面 下载页面呢它提供就不同版本的 我们下载一个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gpg4win一横盖 vanilla就是这个最简单 我们下载它点击 那下载完毕之后呢 我们点击浏览器右上角的向下的大箭头 我们去download的文件夹里面看一看它 好现在我们双击这个 双击这个安装程序 开始安装 我们就点击run 然后鱼录OK 什么都不用做 Next 好现在呢Completed Next Finish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把这个核心的用于加密的东西给安装好了 但其实我们不需要接触这个东西 因为真正使用它加密的并不是我们的 而是Thunderbird里边的一个add-on 我们称之为插件 那么下面我就讲这个插件来怎么怎么安装 我们的这个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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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用于加密的发生 这个核心